这席的 嗨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柱给学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全黄十五高手对决 来对于暴走台湾的一天的白鸽 第一战日本M大使 这个逆向没有压到 本来是想压一个逆向的 再压逆向 果然 要流气了 哦 跳清前之后打动断 M大使终于反应过来 开始给自己加强一个防守反击 轮到了M大使的机会 哎 小心 这个大跳清队结得这么扎实吗 反动则又开始了 反动则直接代操杀 啊 还没完 意思啦 终究是没有坚持到底 同样也是大将了 大将展展开了 两个大块头的啊 孟南 莫尔金呢 是克拉克 白色上衣的是七加四了 又是一套路 白白拿着跟机 虽然说被削弱了一点 但是其他四的压制力啊 还是非常带感的 绝对 那现在持续上段下段则 又要给大伯格形成一个选择题的困扰 哎 鼓励啊 克拉克说还有三七资源 还有再压一套几针 那再次克拉克 哎 哇 这拼了 好 再把M大使给大伯格来了一个关灯杀 疼 Round 1 Ready Go 新的一轮挑战继续开始了 来自于保抖台湾ETW对战日本的M大使 依然是上线而被对战 轰门霸森 体力将很接近了 谁都不服谁啊 就看谁的战斗欲望更强烈 防守更扎实 那现在版边还是表哥占了优势 只是这个优势能够保持多久呢 时间还有三十多秒 所以M来说还是有机会 M大使的轰完了 谁 这条雷光圈打完之后表哥的CRV中间就顶了 怎么打红丸 依斯拉打红丸也不是特别好打 实话说 红丸在这个版本真的不弱依斯拉性能 好的 准备给他来一个一气 带两去 表哥想的流气给下一个人 看来这伊斯拉伯特别的有 受不了 OK继续来看下 ETW对战日本M大使的七加射吧 加油了 七加射想怎么死 小哥要到他 怎么死 三七加射 那当然一定要大七十二分小心 不然的话 这三七全部输出来 也够大表哥黑胡的了 哇坏了 地方 这叫一个城堡啊 好了 别开�家 对 这 别挞援 关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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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,看我沒有跳進來了 哇哈哈 哎 我压倒 裸爆了 这是什么鬼啊 裸爆这是什么套路啊 裸爆什么套路啊 继续来看现在的对决 来的一天白哥对战日本M大事 哇打不了 鸟 穿得下 哇 這裡有封鎖 哇靠,那個剛剛打過我 哇槓,剛剛就沒牽制到,可惜啦 大白哥加油啊,四血翻盤有沒有,頂住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打來車 天啊,這個要載入實測 打得我給他來的一個M神,大逆轉 哇靠